大家好,我是石乃莉 我们今天跟Robert要研究一下这个星座 我们Robert对星座也有很大的研究 因为什么呢?也是月人无数 对不对? 所以呢,他很了解什么样的星座 适合做些什么事 个性是什么 今年2021年需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呢 我们Robert跟我们谈什么星座呀 水瓶吧 水瓶 1月21号到2月19号 是 这个水瓶座是一个浪漫 活泼 热心 而且他是爱情的过动儿 因为他浪漫嘛 又活泼嘛 又有爱心热心 你知道吗 怎么你讲的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水瓶座 可是不是 这些特点都是我的特点 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 真的是你的特点 对呀 可惜我不是水瓶座 不是水瓶座 对 我们你这个说以后我得详细的研究以后 对对对 再说 水瓶座的人 做事跑得快 因为他脑筋思想啊 动得快啊 什么事情他又急性子 他我跟你讲他又热心他很快就去做他脑筋响的事情 可是呢我劝啊 2021年的水瓶座的朋友 男生女生 你做任何事情今年要三思而后行 嗯 啊 而且呢 不要这个讲话无心得罪人 好话说成了坏话 我没有心 我讲这个话一点意思没有 可是你讲 那个不是理由 你讲这个话出来说 旁边在座的 都受伤了嘛 都受伤了嘛 倒了一半 所以说啊 这个是水瓶座精力要注意的 水瓶座健康得自己保养 啊 你自己保养 就是说你要注意一点 不能够什么事情呢 就是毫不在乎 嗯 明明知道说这个事情 做了以后会伤啊 伤眼睛啊 或者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打手机吧 对不对 或者看电脑 你做一段时间 你把眼睛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想休息的最好方法 就是把你的视线 往最远的地方看 我一向都这样的 我 我很保养的 以后我再讲我保养死啊 而且呢 今年的水瓶座 大起大落 其实乃立 水瓶座几乎都是大起大落 嗯 他要不然是刚开始的时候 默默无闻啊 可是呢 他一下子就坐着喷射机上去了 可是喷射机上去了 你要知道 他如果说啊 水瓶座的 你今年如果说 能够守城 拉到最高峰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怎么样 你要维持住啊 有的时候就跑太快并不是好啊 跑太快就是 可能冲的太快了 跑太快 你知道部队打仗 什么先走吗 粮草先走啊 你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你有没有人 你有没有你的就预备啊 你有没有你的follow 就是随着你的事情去跟着跑 而且今年的水瓶座 你们要注意 忌妒 遭忌之心 来的 就是不要锋芒太漏 对 我什么事情啊 我都想到说 我是不是坐过了头 或者说我这个态度表现 让人家觉得说 哇 真是爱线啊 对不对 我不要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样 后来我发现我吃了很多亏 但是今年的水瓶座 你特别得注意 小心一点 当心一点啊 不要招人嫉妒 招人嫉妒 你会怎么样呢 今年 招人嫉妒 你今年会错过很多机会 对不对 乃丽 我一看 乃丽比我强 想办法 什么好事 我也不跟他讲了 最可怕的 不是两个人 要收敛 漂亮 收敛 会用词 有效吗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 就是说 把自己 这个 已经上去的这个事业 你要怎么样稳住 还有呢 今年的水瓶座 你要控制好什么 水瓶座 你看他西线 快乐得不得了 我告诉你 水瓶座的人 说爆炸就爆炸 哎呦 那真的是 那什么原子弹 我跟你讲 他不发脾气则已 他发的脾气 就是把他逼到极限 你知道 他把 一年来没发的脾气 这一次全都 他堆在那里 积了很久了 对对对 一下就爆炸了 一下就爆炸了 他都不需要点火 他自己就会爆炸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对 你一定要 把你自己 这个平常的 把一些事情 我常常想一些事情 说你把这个事情 在没有发生的时候 那万一发生的时候 我要怎么面对他 我要怎么去处理 其实水瓶座的人 就是要 常常自己自我反省 今天 还有就是说 脾气控制 要怎么样 你说脾气控制是什么 忍入 你知道我们人最不能修的是什么 发脾气 一点小事 别人都不当一回事 哇 你是已经把你拉的血压 两百多 爆炸 你要能忍住 别人讲不好听的 不对的 或者批评你的 我告诉你 一个人最能成功的 就是别人讲的什么 对你不好的批评 不管他是生气 或者什么 讲 我告诉你 回来多想几遍 他是不是好意 对 他讲这个话 对我来说是故意整我呢 还是就是里面有一些 我确实做的不对 有的时候会忠言逆耳 对 就是忠言逆耳 还有今年的水瓶座 教朋友要特别特别的 小心 特别特别小心 水瓶座的朋友 你要教一个自己 不管是男生 不管是女生 这个自己 不是陪你消磨时间 不会光拍马屁的 要讲真心话 对你好 就是说他有没有 有没有讲 对你一些 有意的批评 你光听好话 对不对 那你花钱去买好 他就是你的最好朋友 就跟你讲 这个最好朋友 一个人一生呢 有的时候找不到一个 可是他讲出来的话 你要听进去 他对你的这种建议 你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白讲了 白浪费了这个友情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 你要接受规券 而且呢 你要知道 水瓶座的朋友 因为你们太活泼 太吸引人 不管男生女生 不管男生女生 你要注意到 钱财的出入 还有 今年水瓶座的朋友 你不要钻牛角尖 什么叫钻牛角尖 有些事情 讲出来以后 强辫 或者是 放在心里面 他就丢不掉 你永远在想这件事情 不必 自己痛苦 有的时候 人做人 就是随和一点 想一想 说想想 又想一想 想想不对 不想了 还有水瓶座人 很喜欢强求人家 强迫症 对 你要怎么样 这个是他会出命令 人家非做不可 对 对 对 他怎么样 他都讲一大大道理 就是意思就是 你要照他的方式做 其实 交朋友 最重要就是 互相 对不对 一者三有 别人讲的事情 你自己 讲的事情 大家都有一个协调 尤其今年 不要强求别人 随和 还有水瓶座人 我希望你买个好的煞车 你开的好车 这煞车很重要 如果说这个煞车不好的话 再好的车也是很危险 所以水瓶座人 在今年 你要想一些事情 想的不对的 我告诉你 踩煞车 这煞车有紧急煞车 一下子车 对不对 顿时停住 有的是慢慢踩 慢慢踩 一步一步 缓缓的慢慢踩 告诉你 为什么叫你慢慢踩 水瓶座水瓶座 前面讲 跑得很快 那什么事情 做得很快 但是这个在做的 其中 你如果想到不对的 慢慢踩煞车 那慢慢慢慢的 停下来 告诉你 我上面所说的 不但是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星座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学过 到时候 你什么做 你什么做 人家还女孩子还以为我要找她去结婚了 反正祝大家 我们很谢谢Robert的这么精辟的一些意见 那现在我知道 Robert你知道吗 他还有一个非常的强项 就是他唱歌唱得很好 他们家里 我觉得你们家的兄妹两个人都这个有艺术细胞 对不对 对 我弟弟 我弟弟比我小四岁 也很会唱歌 活泼的不得了 他本来Robert年轻的时候 差点去考歌星 结果后来被他爸爸给现场把他逮回来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一定要请Robert跟我们今天要献唱一个趁着新年 大家欢乐一下 献唱献唱 你既然提出来了 我也很高兴 本来我就是很爱献的人 对 我早就知道 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真的他太了解我了 我知道你有好几首拿手的歌 不过都是老歌 没有关系 就老人听 年轻一点的人 他们也试着听听看老歌也挺好听的 好 我老歌新唱 我里面的曲调 变一下 好 欢迎 好 云和 好好 真是了解我 太了解你了 还不好意思呢 你看 人总有害羞 云和 亚云和 云和 云和 你又 有个我 随风 飘过 从没有找到 真正的我 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 像舞般朦胧的眼珠了我 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 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 真的是不错 他真的是很低调 其实他们家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然后唱歌也唱得很好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聪明妹妹笨哥哥 我承认我是最笨的哥哥 他妹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两岸三地都非常有名的演员跟主持人 方方 看得像不像 其实你们还是有点像 不能讲 这个酒窝呀 他脸要再小一点 头发再多一点 那就真的跟方方很像 原料加上员工厂做出来当然一样 所以难怪 方方唱歌唱得也很棒 交道 说相声也是一流的 他是天才 他是台湾第一个十六岁演戏剃光头的女性 他现在在大陆很多连续剧他都还有参加 今年春晚也有他哟 谢谢我们的Robert 那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其他的星座 给我们按赞 订阅 我妹妹都要骂我 dinner 吃饭